JR史逆斯,资料照,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大家还记得这领骑士米心碎的一球吗? 在2018赛季总冠军赛第一站,神经刀JR史逆斯,JR Smith,在第四阶独秒阶段抢下关键篮板后一次计错比数, 以为球队领先,竟然没有出手或喊暂停,举动让人摸不住头绪,让比赛进入延长赛,全队完全无法置信, 连詹黄詹姆斯,Lee Brown James,也看傻了眼,最终勇士以124比114击败了骑士。 相关新闻,NBA神经刀最后一击败猪队友,詹黄看傻了眼, 影音请继续网下阅读,根据TMZ体育报道,赛后JR史逆斯的比赛球衣被放到拍卖网站竞标, 原本的起标价格是620美元,约18000元新台币,没想到在结标的最后一天, 竟然飙升到了23548美元,约70万新台币,外界也猜测, 这应该是勇士迷为了感谢他,才花大把钞票把球衣卖下来儿童场比赛, 打满近乎四截得到51分的詹姆斯, 他穿过的战袍最终竞标价格为10322美元,约300万新台币, 骑士最终以0比4遭到横扫,勇士拿下二连霸。 我们下期见,约300万新台币,约300万新台币,